所以最近也让包心粉圆的生意是一落千丈 有业者为了挽回商与 直接推出了好康活动 现场送出了5000碗的包心粉圆 什么这实在太好康了吧 只要含一含口号 一碗透新娘的粉圆就送你吃 三块大热天的正中午 还是吸引异贞民众来抢便宜 好美娃两球冰淇淋放进碗里 再淋上大大粉圆 这就是罗东知名的包心粉圆 虽然通通合格 却还是受到堵淀粉事件影响 人们一天可以卖出3000碗 现在业绩掉了三成 一天少卖900碗 让业者伤脑筋 以政府的角度来而言 通常是会去检验 以及去严惩一些不肖业者 每一次事件我们都会被波及 消费者信心重创不上门 并得业者赶紧推出5000碗包心粉圆免费吃 不过像这样自己想办法自救的业者 还不止这一家 42,871包的粉圆产品统统送进火炉 一口气瞬间化成灰烬 业者展现对抗毒电粉决心 四个红色大字写着检验合格 日证食品大动作登报 感谢各方还原清白 甚至选在31号中午自行销毁 毒食品连环抱 民众吃得不安心 政府机关却又处处慢半拍 却在业者只好自己硬起来 要抢救商与 三星五五五三花正山刘佳琪 台北